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浪中的文庙 带大家看一下浪中文庙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巡旗中国 我是伟豪 吃过午饭呢 我现在带大家来的地方呢 是浪中的文庙 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去浪中文庙 看一看跟着我走吧 这里有一个浪中文庙的介绍 这里有一个导览图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浪中文庙 哇这个牌坊 好有气势 具有中国特色的龙啊 都是有这种图案的 我觉得中国好多桥都有 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牌坊 这里好有气势啊 我看到这里有个石碑 石碑上面是这个孔子吗 对面也有一个 对面也有一个 杏坛 哦 这儿有介绍 信坛 为纪念孔子 蒋学而见 孔子的树像 这个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大城门 我们先到进门的左手边来看一下 这边有些什么东西 哇 这里有 有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 龙门 龙门 这里是 明伦堂 这边是什么 历代明堂神位 看一下都有一些什么 张飞 这里 这边是个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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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跟我偶此 公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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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Mars 这里有孔子的介绍 下面还有一个鲁国故城遗址 在这个位置 这边都是一些典故 这里有一个文庙祭孔的宣传墙 这上面我们看一下 大城殿 这边都是一些树像 这还有古增了 智圣兴师孔子神位 这边也有供奉的神位 我们在这又发现了这个 这个应该是古代的一种乐器 下面还有古增 从这个大神殿的侧面往后面走 还有一个店 这个店不知道是什么店 我们过去看一下 重生店在重生店的右边是一些字画 右边有一些字画 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正中间有这个供奉的这个灵位 我们一直往这边走 这边也是字画 有很多字画 还有这边有孔子的画像 在这个位置 好文庙的所有的景点呢 就带大家参观完了 总体来说就是大家在这个位置呢 在这个文庙里面能更了解的孔子 去看他的生平事迹 还有他的一些值得我们去记念的一些东西 好了 本期的巡迹中国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我会带着大家去看更多更好的美女中国